大家好,我是天天安 今天我们来一块聊一聊我所在的菲律宾小城 现在在疫情期间所采取的封城措施 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因为我在菲律宾生活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看到菲律宾人 包括我们的菲律宾市政府这么认真地去做一件事情 因为对比其他地方的人或者说对比国内来说 菲律宾人还是相对比较懒散 做事情还是比较的粗心的 在我们开始聊这些话题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现在菲律宾疫情的情况 昨天晚上的时候 菲律宾卫生部发布了现在目前确诊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3018 就是超过3000人 死亡人数也超过了百人 达到了136人 预计在这个周六日确诊的人数可能会突破4000人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 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城的具体的一个封城的政策 那么第一个措施就是将全市的人分成三组 黑色组红色组和蓝色组 那么每一组的人在每一周出行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就将整体室内出行的人全部分流掉 那么三个组来说 黑色组是周二周六出行 红色组是周一周四出行 蓝色组是周三周五出行 周日大家就都不出行了 大家都在家里头按照我们市长的这个话说 就是在家里头一起祈祷 那么第二步呢 政府呢做了更进一步的这个人员的分流 那就是每一个家庭只能派出一个人 外出 就是每次当轮到比如说黑色组的时候 那么你黑色组这个家庭呢 你在周二说如果出去采购 你只能派出一个人去 你不能全家出 所以每家呢只会发你一个通行证 你只有持你这个通行证出行才可以 如果你没有通行证出行的话呢 就会被抓去拘留 那么以上这两个呢 实际上是我们市政府对于市内人员的一个管控 我们市呢 是这个省的省会 所以周边还有很多的城镇需要到我们这里来采购物资 那所以我们这个城市政府呢 还对于外府的人员进驻呢 有一个相关的政策 那第一点呢 就是说如果你想进我们这个市区的话 一定要到你乡 相对应的这个镇政府的这个医疗机构 医院啊或者这个卫生中心去开这个免疫证明 检疫证明 证明你没病 那其次呢你才能拿这个检疫证明呢 进入室内 当然你要抵押你的这个ID 或者抵押你的这个驾驶证 那么市政府呢 为了应对说你这个外府人员到了市区之后 长时间的购物或者是长时间的滞留在室内 然后呢 现在市政府又有一个新规定 就是说 这个所有室内的这个市场啊 或者菜市场啊 只开放这个上午半天 那么这样的话 外府人员呢 只能是早上很早就要去检查站 办理手续 那么上午才够 由于这个商场或者菜市场关门了 你也没有停留在我们市区的这个正当理由 那你也只能是下午很快就走掉 那时间这样呢 就避免了我们的市区会有大量的人员聚集 或者是滞留在这个市区不走 除了我们以上的这个我们市自己排出这些规定之外呢 我们也收到了马尼拉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 所有个人离开住所的时候呢 都一定要佩戴口罩 当然了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全球的口罩都已经被 咱们国内给收割走了 所以其实他出这个政策呢 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因为很多人是买不到口罩的 那么这两天我还看到有用围巾代替的 用手绢代替的 然后甚至呢 还有用这个洗碗布 用皮筋啊 把它绷到脸上来代替口罩的 也没有办法嘛 因为大家能为了出行 稍微采购一点东西 做些补给 那目前来说也是很拼 其实呢 针对于我们城市这个政策呢 我们也去对比了周边的一些 这个城市提出的这个封闭的政策 我觉得我们城市的政策呢 整体上来说呢 是可以打80分的 那么为什么只能给打80分 还有20分去哪了呢 是因为大家还记得 我们市内管控的时候 每个人会 就是每个家庭会拿到一个通行证 但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拿到通行证 因为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这个办理通行证人员 会到每家每户上门去 给你办理这个通行证 那到目前为止呢 因为昨天已经封城了嘛 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有拿到这个通行证 我就联系了这个 我们所在的这个Bragon 那么Bragon的人告诉我 他该给这个事情忘了 给忘了这么大的事情 然后你们这几个街区 他忘了去了 那我说呢 今天是不是可以找你去办 他说今天办不了 因为他自己的通行证 是周一才能出行的 所以周六 他也没有办法出来跟我办 你就意味着我要在家 待两天 周一才能出去 找他去办这个通行证 那所以说呢 这20分我就要靠在这里了 因为确实这个 还是很符合菲律宾人性格的 就是做事很不认真 很懒散 但是我们是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觉得在整个菲律宾 对比很多城市来说 我已经是很满意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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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